有時我都覺得,在美國警署幫忙做事的人,究竟他的技術高超,還是他有特異功能,我都有點懷疑 例如見到,左邊是一些疑犯的素描,右邊是捉到的時候的樣子,其實真的相當相似 話說在美國有一位女士,就是這位,64歲的Jipson,樣子真的不像64歲 在Jipson的警局裡,幫忙做一些疑犯的素描,根據一些人的口供去畫 他已經幫了差不多,警署處理了1300個疑犯的素描 但畫出來的樣子,你很難想像是他憑一些口供畫出來的 左邊的是素描,右邊的是真人捉到之後 有時真的對著真人都未必畫得那麼像,是嗎?說真的 例如這些,你真的像餅刃一樣的喔 我有時對著那張照片去畫都未必畫得到 甚至你看看這個,雙眼皮啊,樣子啊 是不是真的單憑口供可以這麼清楚呢? 這個其實呢,雖然他蒙那隻眼,但你看到那個眼那個 那個shake,和那些眼神都相當之像的 那當然啦,1300個疑犯,可能他選了一些比較畫出來的樣子 就出來給大家看啦 但真的像的喔 究竟他是怎樣畫的呢? 我覺得有點像是心靈感應啊,或者是突然功能啊 才可以做到那麼神髓,那麼清楚啊 喂,香港那些犯人素描是不是這樣的? 雲